鍋子太小了 加一點青蒜會更棒喔 哈囉大家我是Rita 最近傍晚氣溫明顯下降很多 到了晚上就想吃一點熱的 今天打算替孩子們做暖呼呼的砂鍋魚頭 雖然有點辣辣的 但是家裡的小MAX是可以接受的喔 用到的食材不少 但是不用擔心 我也小小的分類一下 這是早上在市場買的半顆聯魚頭 花了150元 真香的配料有這些 砂鍋魚頭最重要的就是湯底的香氣了 除了沙茶醬以外 這是帶皮的五花肉 直接買超市切好的火鍋肉片也可以 這個是扁魚 南北雜貨行可以買得到 沒有也沒關係 詳細的調味比例影片下方有 砂鍋魚頭最對味的就是白菜了 另外再準備青蒜 蔥 還有薑 然後呢 這邊就沒有那麼必要了 不用特地去買 家裡現有的食材 或是孩子們喜歡的料就可以了 首先香菇先泡熱水軟化 然後我們來處理聯魚 因為這個是淡水魚 難免會有土腥味 買回來的時候呢 魚皮表面的黏液 魚塞的地方 還有肚子這邊的黑膜和雪塊 都要清洗乾淨喔 因為鯉魚的肉很厚啊 我們先加一茶匙的鹽 把它醃一下 讓它有味道 白胡椒跟米酒是用來去腥的 兩面都要抹均勻 好了 放在旁邊 白菜洗好了 來切配料 蔥30克切成段 薑10克切成片 白菜呢 梗和葉子分開 今天的白菜用了600公克 接下來切香菇 我用了三朵 乾燥的時候是5公克 再來五花肉切成薄片 這裡有150公克 家裡面的鍋子一般不大 魚我們切一下 如果吃不完啊 這一塊留到下一餐來煎魚排也很不錯 把盤子裡的酒水擦乾 魚頭呢 我們要上一點素薯粉 為什麼要上素薯粉呢 除了煎起來漂亮以外 而且不容易油爆 適合媽媽們在家裡操作哦 薄薄一層就好 不要太多 好了 放著讓它反潮一下 再來煎 煎魚 油多加一些沒關係 油溫差不多了 拿一點粉測試一下 像這樣魚頭放進來 油溫越來越高了 火就可以關小一點 注意一下 貼著鍋子的這一面 是不是已經煎到金黃了 煎到金黃就可以翻面了 魚稍微傾斜一下 魚皮這邊也可以煎得到 好了 煎到都差不多金黃了 就可以先關火 把魚頭夾出來 利用現在的油溫來炸扁魚 油溫下降了可以開火 慢慢煎像這樣 聞到扁魚的香氣 就可以夾出來了 五花肉放進來 香菇跟蝦米也可以放進來了 蒜頭蔥跟薑現在可以放進來 哇 現在整個廚房都是古早味的香氣了 蔥軟了 沙茶醬放進來炒香 這邊有三湯匙 沙茶醬炒香了 加入一湯匙的蠔油 和一湯匙的米酒 香菇水倒進來 這時候加二分之一茶匙的鹽巴 四分之一茶匙的白胡椒粉 這時候加二分之一茶匙的鹽巴 四分之一茶匙的白胡椒粉 加入800cc的熱水 白菜梗放進來 扁魚也記得要放進來 湯滾了 蓋蓋子 轉小火燉煮十分鐘 讓白菜變軟 現在來切其他的配料 十分鐘到了 把所有食材放進來 來拆放這裡 魚頭放進來 再放一點番茄 鍋子太小了 先放這樣就好 蓋上蓋子 小火慢燉 燉到料熟就可以吃了 加一點青蒜會更棒喔 這樣暖呼呼的砂鍋魚頭 就做好啦 哇哦 呼呼的 哇哦 好像卡通裡面的那種火鍋 卡通裡面什麼火鍋 就五顏六色這樣子啊 很漂亮是不是 Mess妳要什麼 我幫妳加 我覺得妳吃過 可以啦 妳要什麼 豆腐 那怎麼那麼晚 好 因為我覺得今天很冷 我先去洗澡 哦好啦 番茄好啊 那不是裝魚骨頭的嗎 對啊 這是給妳裝魚骨頭的耶 可以關西啊 那我也要這樣吃 這碗太小 只有妳學弟弟 媽媽 等一下我可以 我要吃那個 那個 魚喉嚨 魚喉嚨喔 好啦 我要吃下巴 好 頭的部分再讓它煮一下 所以它是最肥的地方 妳知道我們今天跟別班那個 拔河跟大瑞結弟 嗯 然後拔河他們老師有幫助 我記得我們之前拔河的時候 那個體育老師也都下去幫忙啦 怎麼可以這樣 因為 林哥就輸得太慘了 然後就來幫忙一下 老大這個都是腦水給妳 妳現在國三了 吃腦補腦 多吃一點 媽媽妳看我點飯了 哇超棒的 你說妳要吃下巴 我要吃喉嚨 怪了 為什麼我不能吃喉嚨 先放著等一下再評分 不要吵 這還有魚眼睛誰要 我 好 哇妳吃小聲一點喔 這塊好好吃喔 她們不是說我是cher 你要吃這塊 我可以吃嗎 我們吃2個 我們吃虧